布林肯国务卿的言论极其不负责任 十分荒谬 中方坚决反对 在台湾问题上 布林肯国务卿需要认真上一上历史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基础 1972年美方在上海公报中明确表示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1978年美方在建交公报中明确表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82年美方在817公报中明确表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 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 在台湾问题上 美方对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 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蓄意无视和歪曲历史事实 在台湾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 大幅放宽对美台官方交往的约束 强化美台军事联系 鼓噪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甚至有媒体爆出美政府制定了毁灭台湾计划 人们不禁要问 美方究竟意欲何为 我要再次强调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奉劝美方悬崖勒马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走边缘 切香肠搞突破 停止混淆视听信口开河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美方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这边的变化